台灣時間晚間8點多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緊急在關底接受採訪 宣布冬奧延期一年 那對於我們IOC 國際奧會巴哈主席 跟日本政府首相安倍 共同討論之後 避免我們全球運動員 在準備參賽的期間 陷入感染的風險 所以他們決定要延期 那至於延期的時間 在官網上也寫到 明年No later than summer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延後的期間 他們會再進一步去詳談 那對於這段期間 在疫情期間一直到現在 我也跟很多的參賽的選手 有一些不定期的直接的接觸 了解他們的情況 確實每一個選手的心情 是多元複雜的 那對於已經拿到參賽資格的選手 已經把七月份設定為他表現要最高峰的選手 對他們來講會覺得 啊又要再一年 所以這個心情來講 他們會覺得說都已經要攻頂了 為什麼還要再等一年的時間 所以這段期間呢 我們主訓 除了過去有的運科 運醫 防疫之外我們會再加強心理諮商輔導 更了解這些運動員這段期間 跟面對未來有更多不確定性的說他怎麼調整 給他們更多的支持 那第四點非常重要 我們非常感謝陳時中部長在疫情指揮中心期間 他也注意到我們在備戰期間選手 出國反國之後都有一些防疫跟回國之後的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這些又要兼顧訓練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們從二月開始就跟疫情指揮中心有密切的溝通 那實質上疫情指揮中心也對我們的奧運的參賽選手教練團 有非常多實質上的協助 那同時 同時各位可能也會關心 在國內 國內今年上半年 上半年有三項全國性的綜合賽事 那確實考量最近台灣的疫情 越來越吃緊越來越嚴重 那經過我們最近這幾天再跟縣市首長 大學校長 疫情指揮中心 我也跟部長有請示過 那原則上我們這三項運動會都會延期來舉辦 延期來舉辦 來確保我們台灣的疫情能夠獲得控制 確保我們國人的安全 那也讓運動員不要為了一方面要參賽 一方面又要防疫 避免感染 身心的這些煎熬 那等疫情獲得控制之後 那我們三項的運動會會選擇適當的時機 再來舉辦 《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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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